岳云鹏回老家看望老妈和兄弟姐妹,老家的灶台却让网友赞不绝口在草根明星中,岳云鹏如今也是大红大子,成为了非常知名的相声演员,在郭德纲的一弟子中,乃是首屈一举,相比起其他弟子来说,岳云鹏虽然走红了,但至今依然留在师父郭德纲身边,并未脱离德云社。 当然,郭德纲对待岳云鹏也很不错,而岳云鹏更是对师父是很感恩,作为从农村出生的草根明星,岳云鹏自然是懂得生活的,来之不易。 所以,岳云鹏还会经常回老家看一看自己的老妈和兄弟姐妹,岳云鹏的兄弟姐妹也很多,除了几位姐姐外,还有一个弟弟,在岳云鹏回家后,兄弟姐妹也是会团聚在一起。 好像过年一般,岳云鹏也筛出了自己回家的照片,其中家里的灶台很吸引人眼球。 不少网友称,这还是农村的老式灶台,已然是彩火烧,并没有用煤气垫之类,而岳云鹏的妈妈也是亲自下厨。 从岳云鹏晒出的照片看,一家园是以吃饺子为主,估计岳云鹏也是很喜欢回家吃饺子。 对此,很多网友都称赞人鹏真是不忘本,很接地气,不像某些明星,成名走红了也就不怎么回老家了,更是不会用老式灶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